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梗 今天继续来玩百倍生存 好久没回来百倍生存 家里都给小蜘蛛霸占了 神剑出手 天下我有 右剑刷刷刷 轻轻松松就搞定了 家里是不是一下子干净了很多呢 这么久没回来 小动物们估计都饿瘦了 拿上竹头收点东西先 这胡萝卜土豆怎么越来越傻 还好家里还有剩 麦子全带走 拿完还得种回去 有种有还 再说不难 溜了溜了 啊 可恶的灰太郎 居然趁我不在家 在我家吃我锅 哼 我的小肥羊 不行不行 防火防盗防灰太郎 我得帮小羊盖个羊圈才行 说干就干 先用岩石宽一个17x21的地方 再用铁商囊围两层 在中间留住门口的位置 放上图腾 羊圈标志性的牌子当然不能少 然后做几个陷阱 在这里先挖一个小洞 放上转轴方块和伞金块 最后用电路围起来 放上生物感压板 找个倒霉弹射一下 嘿嘿 大功告成 不过我羊圈那么大 怎么少得了一圈之掌呢 赶紧安排上 先用黑色影沙块搭建村长的轮廓 从脚开始 黑黑的鞋厚厚得底 接下来就是小手和身体了 身体像这样 鞋一 横二 束三 圆滚滚的身体就出来了 掳个小手 再给它配个小拐杖 这样就不怕摔了 感觉好像还差了点什么 有啦 村长上年纪了 眼睛看不清 老蛙竟得展上 嘿嘿 你看有没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呢 至于专属做机 小蜗牛嘛 这次时间不够 我就先不见了 留给小伙伴自由发挥 自己创造吧 不小哥 你这慢羊羊村长 头上怎么没有潮啊 是不是跟你一样变笨呢 你才笨呢 别急嘛 那可是智慧术 村长想东西的时候 还会变成糖嘛 可神奇了 用绿色方块 先种一根小苗 椰子怎么能少 一边一边 嘿嘿 一方功夫下来 你看 慢羊羊村长就出来了 赶紧把小羊请进来 顺便给他们做个美容 刚好青椎羊 一人一种颜色 最近天气热 也该是时候 给小羊剪剪羊毛 凉快凉快了 小伙伴们 你们猜猜 这剪下来的羊毛 会是什么颜色的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